再來我剛剛講到了 這個 白底青 真的 它的這一抹綠很美 然後我覺得它的厚度也很厚實 對 拿起來也很沉 這真的是很大一尊 而且它這個 中國結房的設計的 也很簡約 還有一個味道 穿毛線衣 冬天 手術的掛著就很好看 這個脖子 沉重度是滿高的 很像一來手機的重量 這個真的大 真的很有份量 這個戴出去 人家說仙姑來了 好大一個 重量級的仙姑 這個應該也是有結緣的吧 這個呢 其實有故事的 是 我知道曾經來這裡上過節目 好像有提過 我在二十幾年前 在美國作秀的時候 那凌晨 聖誕節的檔期冰天雪地 那有一個潮州的男人說要請我吃宵夜 他是每天來聽歌 然後點歌 然後會付小費 就讓大家去評分 那我都沒有讓他請 後來老闆開口了 老闆是女的 他說這樣好了 我們一直拒絕客人也不好意思 不然我們今天晚上全部陪著你 讓這個客人請 那我就想 這個客人好倒楣喔 我就想那這樣就不好意思拒絕了嘛 好 結果就去了 對 那個聖誕節的檔期 我們凌晨三點才下班 然後我換好禮服下去 我一看怎麼都沒有看到 這些服務生 然後那個對方就說 車子坐不下 他們搭另外一部車已經走了 兩分鐘就到了 那就把我推上車 然後我一上車看到那個 人生地不熟 對 在美國 那個紐約 然後那個五個男人 同時抽菸在那個鄉行車 我的天喔 然後我有一點不安 我想說我騙他們說 我有東西忘了拿 想下去 結果他看到我在猶豫 他就車開了 他說前面就到了 結果我很慶幸 真的前面就到了喔 對 還好另外四個男人下車了 是 如果五個都在就慘了 結果留那個請我 要請我去下班 對 我一看冰天雪地沒餐廳 他說你跟我上去一下 我說這裡是哪裡 他說我家在上面 我去拿個鑰匙 我說我在這裡等你 他說沒有...你跟我上去 我說不用...我在這裡等你 就講到第三次的時候 他就抓狂了 他說我就是要你今天晚上陪我 他就把我在雪地 因為你知道下雪是很滑 我又穿馬靴 整個人跟他掙扎 我就跌在雪地下 他就把我這個大衣這樣拖著 拖著就是要把我拖到他家 然後他就說 他在拖我的時候 我就開始想 我上去要看他家有沒有剪刀 有沒有水果刀 然後我就開始想說 他有微微精 我要不要把他勒死 可是我很快就發現 他是一個大男人 我怎麼可能有這個力量 然後我又馬上閃過 我聽他們說在美國很多人 這個外國人去發生命案了 分屍被丟在那個大橋下 都破不了案 然後我就在那個幾秒鐘 閃過很多念頭 我發現我不能來硬的 他跟我說我如果再喊 他要掏槍 我就說好 你知道我今天逃不過了 我答應陪你 可是我們營造一下氣氛吧 對... 我們去吃個宵夜 是 沒關係 我煮給你吃 我說沒有啦 我們喝個咖啡 我家有咖啡 然後我就不管他 我就這樣搂著他 是... 攬著他 然後我就開始 感覺好像就是我耶 原來其樂的您這麼的火爆 是不是 可能我這人心象本來就不好 配合一下 你不要演 試演一下 試演一下那個變態 我就這樣攬著他 然後我們就一直走 然後我看車上沒有行人 沒有出上 路面很安靜 然後就到了十字路的巷口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往左轉 然後左轉我什麼都沒有看見 就突然有個聲音 它是講英文 我在猜喔 他可能是問說 這麼晚了 你還不回去睡覺在做什麼 因為他看到兩個人 怎麼冰天雪地在散步 我一聽到有聲音 我就輕輕地離開 我就去旁邊說 救命 結果原來那是警車 他停在柳樹下 所以我沒有看見 暗暗 他沒有開燈 當他一聽到我說救命 他就下來 然後馬上無限呼叫 因為對方有帶槍 就來了幾輛警車 然後就把我帶到警察局 因為得救了 那我回到台灣以後 就有人跟我講 跟這個很有關係 他說 你知道那一天是 觀世音菩薩救了你嗎 我說怎麼說 他說 因為那輛警車 是停在柳樹下 那麼觀世音菩薩的淨坪 就是柳枝 然後因為我從小到大 就常常被不管是出家師傅 還是一般的長輩說 我跟觀世音菩薩很有緣 然後我也拍過一部 閩南語連續劇 叫做觀世音前傳 我是女主角 我到大陸去出外景 就是在觀世音得道的地方 媚洲 對 那結果人家說 你跟觀世音菩薩非常有緣 所以我後來就是特別特別 把祂請回家 請安歸來以後 就把祂請回家 對 有驚無險 對 真的是 那你在哪裡碰到這一尊 在事後在哪 碰到祂 這個其實是在大陸買的 因為大陸有很多這種古裕 那我覺得祂質地很扎實 那人家說這個不能說買 要說請回家 是請回家 要花多少錢請回家 這尊 祂的質地不錯 也夠厚 又夠大 其實他們熟悉的人帶我去買 應該是有算便宜 是 如果我沒有記錯 應該也是三萬塊左右 是 對 保佑你平安 白禮青 對 然後雕這麼大一塊 對 好厚實 對 最重要的是觀世音菩薩 聞聲救苦 對 這種這種 應該講說 普渡眾生的這種心願 對 然後剛好又救了你 對 真的是 不敢想像後面發生什麼事情 真的 因為祂如果沒有出聲音 我就錯過了 因為你知道那個柳樹 尤其在三經半夜 你根本看不見那裡有警車 所以祂又出聲音 如果沒出聲音 我可能那一天就沒有辦法 安全度過 而且這個人 祂是處心積慮的 對 不達目而言 不擇守斷 對 所以是不是你現在你看 這個人真的比鬼還可怕 對不對 鬼還不至於這樣做 可是 真的是要小心 不過我今天可不可以 再附加一個故事 這個是因人而已 像我是嚇壞了對不對 對 結果隔一個禮拜 一樣在那個柳樹 一個女孩子 歌手 也是被男客人 然後也是要他陪他 是 結果那個人因為行跟我不一樣 他是很強悍的 他是直接踹那個客人說 XXX 你要老娘陪你 你不會用買的 結果那個男的被他嚇跑了 還有這樣子 對 所以你看 不要走 我還沒有付錢 對啊 我還沒喊反駕 我還沒出駕 所以你看 同樣一個事件 你看不同的人 就是不同的解決方式 是 這也是一招 一點都沒錯 真的很特別 那你剛剛那個故事 我真的嚇壞了 真是嚇壞了 我的天啊 所以我說 思潔他真的是 冰火五重天的人生 他經歷好多 好多的真實故事 是 而且這些真實的故事 就是竹刊給我們大家 作為一種借鏡 自己獨生的時候要特別小心 沒錯 而且要相信那個內在的聲音 當你覺得怪怪的時候 你寧可就是對不起那個客人 你都要信那你內在的聲音 去找答案 為什麼沒有一個人跟著我 那時候其實我心裡是有覺得 怪怪的 我相信那個老闆娘也有問題 對 他們根本沒有去 對 因為他們覺得吃宵夜 在國外 在紐約 是很平常的事 他也不知道會發生這樣 真的是嚇壞 不是 他一定是 受到人家的壓力 他必須要這樣哄你 他們根本就沒有想要去 對啦 對不對 你就被那個惡魔帶走了 逃過一節之後 平安幾節 沒事 對 我想 我相信這個武藏 也幫了你不少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觀音要請的話 要花多少錢 好不好 好 來 請 賤價 兩萬五千元 兩萬五千元 雖然是沒有爭執 但是這個價值是很難用金錢 白禮心這麼大個 平安講 他的價格應該是不低啦 對 那因為觀音 很多就是說 都是所謂的電腦科的 這也是屬於電腦科的一種 所以他不是手工 對 對 對 這樣子看 我覺得 大格就有差異 我覺得佛教的這個佛或者是菩薩 他是一種形象 是讓我們去學習的形象 至於說他的到底有多少能量 其實不必太計較 學習賢者 就是向佛菩薩學習 這是佛教的精神 所以佛教是教育 不是宗教的原因在這裡 是 而且 我覺得你只要相信他 就有力量 對不對 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囉 只要在YouTube搜尋 東風衛視或是掃描 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